这个恐怖分子居然用高压锅和遥控汽车的零件制作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 引爆后造成三人当场死亡上百人受伤 2013年美国波士顿举办了一场马拉松比赛 参赛者多达上千人 密集的观众成为了恐怖分子的目标 他在人群中放下一个黑色手提袋 而袋子中藏着一个高压锅炸弹 该炸弹使用玩具车的2.4000MHz无线接收器和电子控制器 以及电池组成引爆装置 锅内则放满了钢珠和铁钉 以及从烟花中取出的硝酸盐和高氯酸盐氧化剂 当恐怖分子按下遥控开关后 高压锅内部的火药被点燃 在密闭空间中压力不断增加 等到极限时就会爆炸 冲击波将钢珠和铁钉发射出去 对周围的人群造成伤害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锅盖炸到楼顶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恐怖分子又在另一个人群中放了一个尼龙背包 该包里装的是威力更大的高压锅炸弹 它将钢珠和铁钉放在玻璃瓶中并绑在锅体四周 然后用定时器连接到内部充当引爆装置 由于高压锅中填满了火药 定时结束后就会将其引燃 使高压锅爆炸对周围人群造成伤害 这种炸弹即使被提前发现 也会让人误以为是普通做饭的锅具